《苗栗縣初心》 各位,大家好 我是苗栗縣初心國手 我是劉正希 那當然講,主師也犯了一篇 也算是合適 但是我最近在玩的是microbit 因為microbit對學生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東西 但是呢,如果當初玩microbit 如果要加另外一些硬體的感應器的話 其實對學生的難度就開始增加了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分享一下 我為什麼要設計Michael Dick的題目 第一個 我對寫程式很有興趣 我喜歡寫程式 然後呢 我喜歡把一些複雜的問題 讓它顯化到學生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我希望把東西簡化 學生學習難度可以降低 同時學生的學習年齡也可以降低 另外我蠻希望做一件事就是 因為其實學校對於這個 程式教育的失資是不太足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能夠開發一些記錄 是讓老師非常能夠容易上手 他好上手他才有辦法去教學生 把這些困難解決之後 才能讓所有的學生或老師 把他的經歷專注在發揮他的創意上面 複雜的事情就交給我們的基目 來幫他們做解決 那我目前已經開發完成的一些基目模組呢 我大概划算成這個六大類 一種是屬於呢 環境感測的基目 那距離啊 溫度啊 這些都已經有了 還有啊 那麥可貝特他的資訊顯示量是不太夠的 所以我做了一些顯示的模組 那另外呢這個 MP3的播放模組也是我花了蠻多時間來選的 讓我們的麥可貝特 可以發出 不是那種電子合成的聲音 而是呢 像人聲一樣可以發出正常的MP3的音樂 我今天也有帶實際的東西來給大家看 我因為現場的聲音可能太大了 可能放出來的聲音有點小聲 那等一下我們分數的時候可以到我們的攤位上來看看 那這個呢 是 嗯 麥可貝特 啊 平常Arduino的一個三層式的建法 我也把它設計成 可以在麥可貝特上面 啊 簡單的用基目來拖拉 就可以完成它的城市的開發 還有這次是最近 嗯 我把它學好的 就是紅外線 哦 紅外線的這個發射 以及接收的功能 啊 這個 可以讓我的麥可貝特有更多的 多樣的控制的方式 那麥可貝特呢 它也適合寫一些小遊戲 所以我也設計了這個搖桿 啊 或是一些遊戲手法的基目 讓各位 啊 老師或小朋友 能夠輕鬆的就寫一些 啊 遊戲手感的 這個基目程式 好的 先講看看這個 這個是我最近 嗯 應該是只有兩天前吧 剛完成的這個紙箱 MP3 啊 那我有把它帶到現場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聲音的效果怎麼樣 也許會聽不到聲音 那裡面呢 那裡面呢 內幕是那個 麥可貝特 加上 一些MP3的播放模組 還有呢 我寫的這個是 MCD的那個 顯示器 所以總共這個專案 所以總共這個專案 我就把我所設計的三大類的基目 把它整合在一起 好 因為啊 三分鐘的時間到來 我就繼續放下去 等一下可以到我攤位來看一下 好 另外呢 這是我剛才講的 三 三成四的這個 這個 鍵盤 那我在這個例子呢 是把它做成 嗯 電子清 以及一些密碼所 那時間關係呢 我想我想 我可以先跳過去 好 這個是一個 愛吃錢的紙杯 這個在我的專案裡面 其實點閱率還蠻高的 我發現呢 嗯 越沒有用的東西 點閱率的效果 對 越的這個 嗯 點擊力 反而是更高的 這次呢 我們把錢放在那個 檯子上面 他就會把錢吃進去 那培養呢 大家愛除去的習慣 銀錢掉進去 就先把它重新 好 那有時候呢 我想想 我在設計這些基目 齁 感覺是比較像是在自嗨啦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甚至很高興 但是呢 我比較希望的是 能夠看到一些 老師給我的回饋 譬如說 呂佳文老師 我剛才有看到他 欸 他呢 齁 他是一個3D 電影感染的大師 他利用我寫這個基目 完成了蠻多的事情 因為呢 有人愛用 可以促成我寫更多的基目 他這次韓國朋友 他向我許願齁 因為三層四的鍵盤基目 他覺得不夠用 他問我能不能做四層四的 我就呢 完成他的願望 那他就完成了他的這個專案 英國朋友 齁 他把我的紅外線基目 改良成他的德國的 德國版 麥可比特 叫康尼羅 Mini 改造成 那個 在德國版的基目 德國的基目可以使用 也是呢 紅外線操控的基目 然後呢 最近的這個假日 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 可以傳訊息給我 說呢 他把我寫的 紅外線的基目 實際呢 用在 那個國小的營隊上面 那呢 每個小朋友都可以學到 紅外線的操控 你的技術 那我想呢 我的這個基目 我都是完全分享的 那各位可以 在網路上搜尋幾個的分享 那我的基目套件的網址 還有相關影片網址 如果各位有空的話 也請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然後給我一些回饋 謝謝大家